大家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正在进行的2023年苏格兰公开赛 定就会对阵汤姆福德 福德这一竿出现了2K 给了定就会一个上手的机会 这场比赛已经是这个赛季两个人的第三次交手了 前两次交手分别是在国境赛和英境赛 定就会都取胜了 两个人目前总的交手记录是11次 定就会是9胜两负 占据绝对优势 而且最近已经是实现了8年胜 定就会目前的临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1位 福德是第17位 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状态都是不错 每个人在前一局都打出了锅板 这个还可以顶一下最左侧那两颗红球 好球,效果相当不错 现在分球中带还可以继续连接 今天定就会状态还是不错 上手之后基本上都是一杆之身 苏格莱公开赛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战比赛了 所以球员们都是非常的重视 但是也出现了不少暴乱的情况 像塞尔比,马克·威廉姆斯,小特都被淘汰了 最右侧这颗红球 现在超分问题不大 看一下能不能轻弹 因为对手今天没有带来太大压力 所以丁丁辉打的也是非常放松 非常专注 可以求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低竿以库来交最左侧的这颗红球 这个比赛的冠军奖金是8万英镑 亚军是3万5千英镑 和国内的比赛比起来 英国的这些排比赛奖金还是非常低的 这一局基本上已经拿下了 这一战比赛打完之后就是德国大师赛的资格赛 德国大师赛资格赛打完以后 丁丁辉就要去澳门打表演赛 澳门表演赛打完以后 12月31号到1月1号 丁举会将和澳门里面去西藏打一场表演赛 粉球角度不合适了 有点淡 选择篮球 好球 这样的话肯定是考虑翻带了 看一下 没有翻进 但是不影响而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双方战成2比1 在这里要给大家体前预告一下 今天下午的5点 丁举会和瓦菲的第二阶段将正式开打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 昨天晚上丁举会是5比4 结束了第一阶段 都可以来考虑K球 这一杆效果不太理想 漂亮一杆强行纠错 这场比赛的裁判呢 是著名的美女裁判塔布 塔布也可以说是丁举会的信用女神 曾经见证过丁举会的两刊 现在塔布退役了 如果想要看到她的话 只能是在一些表演赛上了 尤其是火箭的表演赛 塔布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第一位 直财世锦赛决赛的女裁判 现在到了冲击胶四期最关键的时刻 就看怎么去较为上面的红球